今天要去慕名已久的中山招待所 享用結合法式與中式的午宴 隱身在台中市西區的小巷 就像拜訪朋友家一般 眼前這棟老洋房 以宋慶林上海舊居為藍本改造 推開幕門後 就像進入當時的老上海洋房般 中山招待所也連續三年得到 米其林餐廳指南的推薦 在經理確認後 我們被引導上到二樓的座位 在國外的小巷 中山招待 中山招待 市場中山招待 中山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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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選擇M9澳洲和紐約客和伊比利項目豬排主餐 隨後附上搭配麵包的奶油和中三小點 起司的味道不會太重 Green Mousse也很適合搭配麵包 當天現烤的麵包共三種 軟化維也納和Focaccia 軟化外酥內軟 搭配奶油讓人一口接一口 開胃菜彩色番茄蟹煎肉梅子泡泡 蟹肉軟嫩入味配上番茄梅子酸甜解膩 湯品法式澄清雞湯壓乾慕絲絞烤野菇 另外一個湯品馬賽海鮮湯黑虎蝦跟淡菜 滿滿的料還有一整顆干貝 再加上一塊石斑整碗鮮味十足 主餐M9澳洲和牛紐約客 雞松茸薄根蒂紅酒醬 牛排熟度剛好和牛口感軟嫩 另一道主餐伊比利橡木豬排配薑汁鳳梨照燒紅蔥醬汁 口感扎實而且有橡木的香氣 甜點梅子慕斯伯爵餅乾梅子金球和果乾 法式甜點有馬卡龍馬德蓮和杏仁脆片 配上熱茶和咖啡 當月壽星除了有可麗露蛋糕 還有招待一盒法國小圓麵包禮盒 是桂圓口味的 整體料理份量十足 口味也很豐富特別 分為滿分 你用它也可以嗎 可以 可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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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